研究指出各项不健康饮食行为中 全骨杂粮摄取量过低 所造成的疾病负担最大 若能提升摄取量 对于降低疾病风险是最具效益的 因此国建署举办健康餐盒料理竞赛 小小厨师营等活动 用影片、懒人包、学习单等 符合学童饮食教育的素材 从小教育学童健康饮食概念 那坚持于过去我们从我的餐盘 就希望说从过去的六大类的健康饮食 大家那个概念里面 后来转变成我的餐盘 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每天吃的东西到底是不舒服的健康饮食 那六大类的概念 也要认识的种类跟分量 那今年呢我们特别选择主族 就是全骨杂粮 还有未经制的杂粮 就是全骨类的食物 那大家都很清楚 吃的这些杂粮类跟杂粮 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应党感性 那就是因为他就来讲 如果我们长期在一起吃的健康上 特别是前骨跟未经济的杂粮 对我们的卖经质变得异化 是很相当大的帮忙 那推动应党教育其实是不肯定的名称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 其实画在小朋友的身上 希望我们小朋友从小就认识 那吃到底怎么样吃才能够健康 那怎么样吃对于未来的生活习惯才能够固定 其实我们都希望这些健康的习惯 都能够从小就养成 所以我们今天就设计 我们的小小的图示眼 或者是所有的外教教材 或者我们教跟郭小的一些教案等等 就希望从小朋友生活习惯来做的手法 那这个东西我特别感谢我们教育部的帮忙给你协助 那我们一起来努力 那我们也希望收费来 站在我们公里的健康上来讲 就是希望说一往即便的发生 那我如果有即便发生的时候 能够及到的发现及到的治疗 能够预防疫苗即便的进展 第一线教育人员善用丰富且充满亮点的教材 设计出各项课程 打造好吃好玩且结合日常生活的教学环境 让孩子轻松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这是我们的课程下的构图 从了解开始 进而实践 最后的目的是推广 我们一开始利用苹果游戏 让孩子们去看看自己过去吃过哪些全骨 未经质杂量 并且带她们认识不同营养的食材 然后最健康的营养价值 我们结合深深使用品牌 让学生自己上网去搜寻资料 那透过阅读跟依收之后 然后使用曼陀罗的思考码 让学生可以去整合资料 那接下来我们会用海货的方式去呈现食材 营养价值 热量 口感 还有药物方式 那最后的话 我们会上台去分享 让小朋友去了解说 哇 我们来试一下这些食材有这么多技术 那接下来是营养师的分享 这是我们设计的桌游 这桌游在学生游戏化的过程当中 以达到一种固形的效果 我们知道行动是最好的果实 我有当时机吃过还有做过才知道看得好 所以我们带着学生从消毒切滴 接着放入电锅 煮出来的东西 它就是很美味的地瓜商 那么课程必须要带着走 就必须要融入生活 即使这个电锅很重 又很带我们一起跑到旁来学校 所以这时候小孩子们就会问说 老师这个水到底要加多少 我就回他说 那就你学过的体和体质来算吧 所以当课程跟生活结合的时候 都会打破了学科的管理 那么小孩子就问一句 怎么我们什么豆腐家就这么好吃了 最后是推广 我们希望他学到的是一种健康的一个影响价值观 所以分享我觉得很重要 在教学前 我们为了要了解孩子他们真正的需要 所以我先做一下 他们的幼儿的家庭的研究 那在教学后 我们也透过幼儿学习历程的观察 跟家长的回馈 去做最后的成效更新 我们为了就是呼应这个全骨杂粮 他的健康 以及在幼儿教育的启蒙的重要性 而我们这个的教学目标 也就是先觉察 觉察这个全骨杂粮 他的食物是什么 还有他的好处 渐渐的我们去增进他们幼儿的摄取量 并让他们自己选择有意健康的主食 最后也是在请一部分 希望他们可以乐于将这些放在他们的主食中 而我们所做的研究 一刚开始其实他们孩子他们的幼儿食体 他们不熟悉那一个体质 包括主食 他说老师主食是什么 还有全骨杂粮 全骨是可以吃的还是可以玩的 所以我们藉由这一个去进行一些 教学的设计和维划 而这一次很主要的是六节课程的架构 包括我知道我会吃 还有我喜欢 分为六大课程 他们都是有脉络可群的 而在教学内容 我们主要是以幼儿的学习经验 跟生活经验设计设计为一种 包括我们男人和假如一个学习区 所以我们会规范到我们学习区的控认 让他们自己组实 让他们从游戏当中去学习 还有另外我们男人也是有一些食用教育 像这学习我们是走食用教育 希望他们可以更亲近在他们的生活经验当中 之后也有透过各种教学 而这个是让孩子能产生健康吃的动机 因为他们不喜欢吃 他们甚至说主食给他们炸两米饭 他们说老师里面脏脏的 我不喜欢吃 他们就会很认真的 那我们如果要让他们喜欢呢 我们就是要让他们重做去学习 就像纤维不懂 那我们也是重做终去学 重做去思考 他们在破筛的时候他们真的有发现纤维 纤维一丝一丝的 但一个我们进而再去讨论他对我们的资讯 这一个也是我们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些真实原态的 其实孩子的胃头他们是有出来的 他们从浴缸开始给他们口味比较清淡 他们自然而然会去了解他们自然的品味 所以他们透过各种感官 嗅觉味觉触觉这一些的 去吸收他们的体验 而另外我们也是有 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一些家长 他们可以透过家庭的支持 所以我们有分享我们在学校 儿童健康成长需要均衡饮食 推动学童健康饮食教育十分重要 相关素材及获奖交案 可在国建署官网下载使用 为下一代建构健康资产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